每日神话 我在地上施行了我的权柄 展开了我全部的工作 在我工作的一切反应全在地之上 人不曾在地来摸着我在天之上的动态 都不能细摸我灵的运行轨迹 多数人只摸灵外的细节 却不能体察灵中的实情 我对人的要求并非是在天渺茫的我 或是在地不可估量的我 我是按着在地之人的身量 来对人提出合适的要求 我不曾难为任何一个人 不曾在任何一个人身上 求其挤出血来供我享受 难道我的要求仅限于这种地步吗 地上的万物 何物不听从我口之言的安排 何物不在我前因我的言语 因我的焚烧之火而被烧干净净 何物在我前敢扬眉吐气 何物在我前不鞠躬 难道我就是担让万物静默不语的神吗 在万物之中 我拣选何我义的 在万人之中 我挑选提我心的 在所有的心力之中 选中其精品 以在我的国度中 增添一丝光亮 地之上 我在行走 到处散发着我的香气 各处留下我的身影 每处都回想着我口之音 人人都留恋着昨天的美景 因着人都回忆着过去 人都渴慕见到我面 但当我亲临地上之时 人却又都验证我的到来 都驱逐光的到来 似乎我是人的在天之敌一般 人对我投来一丝防备的目光 时时谨慎 深怕我对其另有处置 因人都把我当作陌生的朋友 所以 似乎我对其有乱杀之意 在人的心目中 我是其死对头 但人在患难中 体尝我的温暖之后 仍不觉我的慈爱 而是仍在我前 存着防备 抵挡我之意 我并不因着人的这种状态 而对其趁机下手 而是给予其 怀中之温暖 给予其口中之甘甜 赐给其 度负需要的食物 但当我的烈怒 震动山河之时 我再不会因人的胆怯 而给予不同的资助了 我要在此之际 大发雷霆 不给何物留有悔改之际 而是放弃一切对人的希望 给予其应有的报应 在此时 雷电犹如波涛发怒一般 犹如万山崩塌一般 人都会因着悖逆 被雷电击杀而死 物都会因着雷电的名叫 而归于乌有 顿时痊愈之下 混乱一团 万物不能归附原有的生气 万人不能在雷鸣之时逃脱 在阵阵闪电之中 人一批一批地倒在急流之中 被山上涌流之水冲走 顿时在人的归宿之中 又汇集了人的世界 海面之上 海面之上飘荡着人的死尸 所有的人都因我的烈怒 而离我甚远 因为人得罪了我灵的实质 人的悖逆触犯了我 在无水之地 另外的人仍然在欢歌笑语之中 享受着我赐给的应许 在所有的人都静默之时 我在人的眼前 透出一线光明 人顿觉星明眼亮 不愿再沉默下去 因而立时唤起心中的灵感 在此之时 人都复活了 抛掉了自己的苦衷 都来到我面前 因我的言语发出 而又一次得到了生存的机会 因着人都愿活在地面之上 但有谁曾是有意为我而活 有谁曾在自身上 找出加美之物 来供我享受 有谁曾闻到 我身诱人之气 人都是粗糙之物 在外表看来 似乎光彩夺目 而实质 却并不是真心爱我 因为在人心底深处 并不曾有我的一点成分 人太缺乏 与我相比 似乎天到地之差 但我并不攻击人的软弱之处 并不因着人的缺乏 而嘲笑他 我的手在地几千年 我的眼 一直在看顾所有的人 但我手 不曾随意拿一个人的性命 当作玩具一样 任意玩弄 我体察人的心血 以体谅人的代价 我不愿在人之前 趁人不防之际 而给人以刑罚 给人以不佳之物 我只是一直供应人 一直在给予人 所以 人所享受的 全是我的恩典 全是来自 我手所给的丰富 因着我在地 所以人不曾经受饥饿之苦 而是让人都接受 我手中的可享受之品 所有的人 都活在我的祝福之中 难道所有的人 不都是活在我的刑罚之中吗 山有其深处的丰富之物 水有其大量的享受之物 今天在我话中之人 不更有其欣赏体尝之时吗 我在地 人也享受我在地之福 当我离地之时 也是我工作告成之时 在那时 人再不会因着其软弱 而得到我的迁就了 我感谢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